大家好,我是一刀 这两天没有给大家直播 因为身体原因 这两天有点感冒 感冒有点严重 今天在市场逛了一下 然后封了个料子 封城了一个 然后是230万封城的 加了5万小费 235万 晚上没什么事 给大家实战开窗来看一看 玩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料子 这个料子呢 它是一个墨西沙敞口的 实行是非常的板正 完整 没有任何的断口 然后我们压灯来看它的一个表现 这料子呢 它是一个墨西沙的水泥皮 它的一个正面压灯 只有一个防雾层 但是这个藏口呢 非常的正 皮壳也是非常的老啊 我们这样压灯去看的话 它就只能看到一个防雾 但这料子有 这料子有手着位啊 看一下它的侧面 侧面压灯呢 也是只有一个微微的防雾啊 这墨西沙 种水之王的藏口 它只要是说藏口症啊 皮壳老 其实种水一般都不会太差啊 那 其实这个料子啊 它的一个种水呢 我倒不是很担心啊 其实最关键的 还是想去搏一下手镯 这个料子主要就看它有没有裂啊 那它的全身压灯 基本上都是防雾层 因为防雾层呢 它可以帮助种水料 运发到它的一个肿啊 OK 那么发布都说 直接先拿去开窗看一下 好不好 看一下种水怎么样 那些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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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今天没有开大窗 因为有点晚了 然后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自然光看啊 肉质胶杆呢是已经有了 看到没有 这个是没有打任何东西的 刚开出来的 然后我们打灯看一下 那带底色 这是一个勤底 这个它不是脏了 这个是上面的扎子 我们再看这边 看到没有 它这个勤底也是非常的漂亮啊 然后准备明天呢 再开个大窗看一下 如果开大窗 我们看到没有裂啊 只要能够出现这种种水色的一个手镯啊 一条手镯 随便便也是要过万的 知道吗 OK 那今天就先记录在这里啊